大家好,这一课开始给大家讲这个安卓项目开发 我们接下来要开发的项目是仿照美图秀秀实现一款安卓应用apk 那实现一款应用的项目,我们就得从这个项目完整流程开始讲起 那实现这个安卓项目流程具体涉及到哪些内容呢 好,我们接下来开始介绍我们课时 及其每一节课具体讲的哪些内容 这里我给大家解了一张这个架构图 这是我们的项目,包含了其中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技术储备,也就是前期的技术储备 第二部分就是核心模块,内容和功能的实现 第三个是回归测试 这三块针对每一款应用,手机应用开发的一个基本流程 当中我们技术储备期前期准备工作 具体有的一些就是涉及到内存管理 界面展示原理,自定一空间和图片格式的分析 这四大项 第一二项,这两个在每一款应用 也就是最基本的架构认识和流程讲解 每个项目都是同用 这一块我们这个项目也包括这两部分 第二个是功能的实现 我们这个项目有哪些功能 这些功能具体涉及到哪些技术要点呢 我这里把这都给大家列决出来 我们的课室当中都会给大家一一去实践 大家可以看出包括这相机啊 多点触控,图片缩放,裁剪,旋转等等这些 以及最后这个图片保存 最后一个是回归测试 就是说在安卓16U当中 我们去如何做到bug调试 出现了问题如何去解决 这在最后一步我们都会给大家介绍 好,认识了我们接下来课室要干的事 那我们接下来就从第一个课室给大家讲 架构,就是开发项目 周期的预估和架构需求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课室 需求定制和开发周期预估 这两项我们从字面上就可以知道 需求呢就是说有哪些需求 有哪些功能 开发周期预估 在安卓应用开发中 一个APP是否收到用户的青睐 功能和界面的设计 直接会影响它的承办 所以我们作为开发者 对待我们所负责的项目 要像对待我们的孩子一样 关心他的骨骼架构 关心他的项目长相 更要关心他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在这个项目的需求定制和开发周期的预估 我们也要早早地掌握 让我们的孩子 也就是让我们的应用能够卖得出去 走得出去 好我们接下来就从 从具体事项来开始说明 学习这个需求分析 需求分析第一步 首先我们也要知道和了解 开发目的当中 其实讲的就是什么了 就是开发本软件的目的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需求文档 这里以这个word文档为例吧 这是我们美图求求项目 需求分析文档 我们大家可以看出这个格式吧 也就是大致格式也就这样 包括这个项目类型 它是什么项目的APP 项目经理是谁 开发时间 上线预计 上线时间是什么 第一点是开发目的 是不是让我们的学员能够掌握 安卓应用开发的基本技能 以及熟悉安卓的核心技术吧 开发背景 项目开发初期 学员们为了巩固 安卓开发技术 以及我们对美图求求应用的 全面认识和图像的处理 你看用户群里是卖子学员和 同行学员当中练习项目开发的同学们 就非商业想 它是不可以卖的 好 这是需求文档 这个掌握 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开发周期预估 也就是说你开发一个APP 你必须要对它实验上有一个把控 在我给大家讲课之前 大家有没有想过开发一款APP 哪些会影响它的 这里我是通过我之前开发的 所有APP当中总结的四点 认识了影响因素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预估 预估心理就有数了 好 第一步是将整个项目分块 第二步是将每个模块 所有功能列出来 然后统计所有可预测功能 以及分析模块当中潜在功能 第三步是预计每个功能 模块实际开发时间 开发时间是等于什么呢 基本完成时间 加上调试 加上内测时间 第四步是项目总开发时间 总开发时间 是不是等于所有功能 开发时间和 加上界面UI的回归调试 第三步是内测 第四步是bug性能有化 这里我给大家列举了一个 开发周期预估的文档 序号是表示的是功能点 有多少吧 列举这个功能列表 把功能都列举出来 接下来就预估每个功能的时间吧 这些时间是不是总 加起来是总共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功识啊 然后人员是有几个人 好 这是一个功能的文档 这是我给大家讲的一些前期的一些 就是主要是认识这个需求 开发周期 好 我们下一刻给大家讲这个 如何去搭建项目架构 这一刻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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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